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跟索马利兰 这个东北非的一个国家 然后建立了这一个代表处 互设代表处 而且叫台湾 对对对对 然后形容说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我其实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 就觉得非常悲哀 因为呢我想台湾呢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不知道索马利兰是一个什么国家 但是陈凤凤应该跟大家讲的商量 因为因为我讲东非洲的非洲的政治地图啊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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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讲讲得出来的 大概没有几个五十四个国家 还不包括索马利兰 对我以前常夸耀就是说 我大概可以把全世界两百个国家的 大概的位置大概都画得出来 哇这么好 但是东非的那块我不行了 伊索皮亚 伊索皮亚 对我知道就说伊索皮亚 伊索皮亚 索马利亚 索马利兰 吉布地 因为因为整个的东非的政治板块 在过去二十年里面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经过一些的变动的 索马利兰就是 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把那个地图呢 再再重新的renew 好但是索马利兰 他形式上是一个国家 但是名义上他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不能说建交 我们可以承认他是一个国家 妙就妙在就是说 今天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跟他互设代表处 可是好像没有去承认索马利兰 是一个国家 因为他到现在没有邦交国 如果我们去建交的话呢 我们就会变成第一个邦交国 没有错啊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 那你想连在他旁边的依索屁亚 都只是很低调的设了一个办事处 他的邻国都没有承认他 不能承认 对只设只低调设了一个办事 因为他有很多的难民啊等等问题 要要处理就这样而已 那台湾如果真的你觉得索马利兰 是一个跟你呢跟你呢同病相连的 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呢 直接的宣宣布就是我和索马利兰 我承认索马利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正是和索马利兰的建立外交关系 而索马利兰也正式的成为了中华民国的 蔡英文任内的第一个增加的邦交国 那不是很漂亮 但是这件事情只要传出去就变成国际笑话了 所以他们要在大内宣跟国际笑话中间 找一个这个平衡点就是设一个代表处 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索马利亚索马利兰 或者吉布蒂他们的历史了解多少 我觉得也不要说强迫大家每一个人都那么样子的懂 但我知道的情况是 因为索马利亚跟索马利兰 他们其实为了要去独立啦 然后要成立一个国家啦 还有包括了其实他们确实内部的问题非常的多 以至于至今两个政府都处于一个无法有效统治的状态 无法有效统治 因为他们无法有效统治 所以在那个附近的海域海盗猖獗 没错 因为人们没有办法找到正常的工作 海盗成为他们唯一正常的工作 他们的海盗是公公司化的 是公司化的 是有任骨的 对 是有分工 因为要分散风险啊 对 他们是全民接接海盗 而且他们会缴费的 对 就是全民接海盗 所以当你看到索马利兰的简介的时候说 他百分之八十几 七十 税税税收 税收是来自港口 都是来自那个港口 哇你想哇那个港口铁定是东非第一大港嘛 他是他是 你基本上可以说 他是全世界第一大海盗港 嗯 就是那边都是靠海盗抢来的再收税 所以呢在在那块的海域 为什么会有吉布地 吉布地靠靠什么发财 吉布地就是靠他的 他根本什么都都没有 出租军港土地 他就是把他地呢租给很多国家 有六个国家在那地方呢 设了设了基地 那那些基地在干嘛 要打仗吗 他在红海的湾口的附近 红海红海因为很狭长 湾口非常窄 那吉布地在在那个地方 吉布地的角色就让美国 包括日本的第一个海外的就是驻军 也在那个地方 中国也在那地方呢 有基地打海盗用的 那海盗的主要对象呢就是索马利兰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国家 他强权国家包括英国法国都在那个角落都有驻军 可是呢却没有去承认的索马利兰 为什么 所有的问题不就在在这里吗 他这个海盗国啊 他这个国家基本上面 至今无法有效治理 他没有体制 没有办法有效 对他跟他跟索马利亚呢过去呢是很像的 就是他他的他的政府 他的所谓的中央政府的政令仅止于中央而已 他的广大的土地 他都管不到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知道 他令不出那个首都的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顶多只是跟他的那个政府建交 在首都的那一块 你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邻邦交国 然后就连设代表处的也只有八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人敢去那边设 没有错 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说台湾非常大胆 嗯 好那我觉得像索马利亚这样的国家 或者索马利亚这样的国家 嗯 他里面有很多的嗯 种族屠杀的问题 嗯或者是内战 然后其实是有人道问题的 因此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提供人道援助 我是百分之百赞成的 这跟台湾绝大多数的民众的看法 刚好完全相反 嗯 绝大多数的民众是 只要邦交不要援助 嗯 那我的想法是 我们其实反而应该多做援助 嗯 好那至于邦交这件事情 你送钱也只是送给了那一些掌权者而已 嗯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赞成援助索马利亚 我希望他能够有效至于至少解决 人类海盗的问题嘛 是的 但问题是你要把这件事情 形形容为台湾的外交突破 外交突破 那就证明你台湾根本一点外交突破的能力都没有 只好拿这件事情来骗台湾老百姓 没有错 就台湾台湾在过去从19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 台湾在当时就很勉强的跟几个国际孤儿呢 就维持着密切的关系 那除了以色列 以色列在过去跟台湾有段时间维持关系也还不错 那当然以色列状况比台湾好很多 但是那个时候呢 最主要的是在南非共和国 那南非因为的种族隔离政策呢被全球抵制 那跟台湾一直维持的邦交 一直到曼德拉上来之后 OK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好那过去的 因为国际不抵制他们 他们就不跟我们做朋友 没有错 他有朋友他还来跟你说做朋友干嘛 然后呢在过去的就是说呢 津巴布韦罗德西亚 那也是一个呢 一个种种种族主义的一个隔离区 好大概都是过去这样的原因 现在的索马力兰的情况 跟过去的南非其实是一模一样 比南非还更糟 南非起码呢 他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呢在国际社会勉强还有一些朋友 而且他还基本上是有效治理的 对那索马力兰就不是 我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在想说 不知道谁会是第一任的代表 哈哈哈哈 干嘛这样 那个 干嘛这样 我跟你讲 这一定是职业外交官才会被派去 对啦 这种政治丑用就不会丑用到那里 我是说可能会被派去的 搞不好是我认识的朋友 那我只能讲就是说 被派去代表的 就是说 所有的外交部的同仁们 请好好的送送他 那去去那个地方会会怎么样就就不知道了 那个那个是一个海到海海到国 那个国家基本上现在还谈不上什么体制 虽然他也经过了三次的选举 但是那都是形式上的 好吧台湾在操作索马力兰 这块我觉得纯粹是内部文宣而已 当然 在国际社会当中来讲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国际作用有内部文宣 但是我们会送一些人过去 我们也会送很多钱过去 会啊会啊 因为要内要要文宣嘛 总是要花钱 他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要以后要在救人职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这点我就要说了 这点我就要说了 你都你都你都忘了 我们上次被被扣押的 那个船四年多啊 多难救 救人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对吧 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就透过了索马力兰 上一次就救人职 但是呢上一次救呢 都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我们自己必须去 最后借由这个管道搭上那条线 然后冒着风险去把那个钱送出去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海盗 说把人给放了 没办法 没办法 你还是要付钱 你还是要冒险 那就算你跟他设了代表处呢 方法也是一样的 所以救人职不会变得比较容易 而且上次把人救出来的 不是民进党 是蔡正元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